出了家了就交给三宝了 孙僧交给三宝 这就是一心一意的弄 那后来以后的话呢 到了八五年时候 老法师那老人家呢 非常有先见之名的了 到八一年一恢复佛教的时候 其他人都说建庙 老法师不建庙的 老法师说 首先应该建自身的小庙 我告诉你们 如果你们不注重建自身的小庙 将来的话呢 有其大庙没有其人 所以佛那个老法师说 首先应该的话呢 是对于身材的培养 所以当时我们在五台山的时候 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开放了嘛 人太多 老法师就把我们引到一个 没人知道的地方 买个人家喂牛喂马的棚啊 那都是我们自己来 把那地垫起来 也没有人帮忙的 就是那样的做起来 就是那几间呢 然后那个酒马圈改造了一下 就做一个然后金色的 所以那会想起来 所以我们现在能坐到这里 我们真的也是应该感念呢 上童下院老法师 他老人家的 主要是他老人家的道德的感召了 那我们你们现在见到我的话 那也是你们的福报太不够了 那如果有福报的话呢 早上那么十几年的话 借见我们老法师 那可能到真的对大家的话呢 我想也有很特别的感受 那老人家那也是 确确实实 让我们觉得这么多年吧 这么一点的道性 可以说有一点呢 那种的道德 可能也是老法师的 最起码呢 影响了我们一点 但是我们已经差了差了 那就是与老法师之言之行呢 那连呢万分之一也没有的 只不过是现在的话 老法师有这个遗愿了 那我们来帮助呢 完成一下也可以 那么话说什么呀 就是跟上老法师的话 就是忙啊忙 忙的话呢 根本也不知道 去看病也不知道是干嘛的了 那直到呢 那就是老法师 要往生的 那么钱那么一会儿了 那么就有事情了 那就到那个太原嘛 那后头老师觉得呢 梅辉的话呢 就是觉得好像 哎呦 不知道是肝疼了 每天不知道是肝疼了 不知道是胆疼了吗 还认为是肝疼了 那有时候就看了 原来师父是得的那个肝病的了 师父就是不吃了的那肝药 我偷偷地拿上 都把它乱吃 什么书干嘛 这么乱吃 吃了会儿也没顶事 那最好是办事 那么就是回来这个太原 那才是第一次呢 说去医院 医院检查一下 人家说的 哎呀 然后你这个胆结石 大的像黄豆小的 就是那个 那个杀这的 多了 你这个一带 这个胆囊里头 这个满满的 一带这个胆结石 你再不做手 把你撑破的 说的好可怕的了 那么当时候的话呢 也没有时间去看嘛 因为老法师呢 然后就回来了嘛 就是从那会儿 要往五台山 要搬嘛 哪有时间来料理呢 当时候 这种搬的时候呢 老法师就给往生了嘛 那往生的时候 老法师是摸着我们的头 告诉你 我的四身不行了 那希望你们呢 上五台山 建十方 尼众的道场 那么建立僧团 给众生呢 然后树立三宝的信心 我们是比喻老法师 这个医院的了 所以到时候的话呢 回来以后 我们刚来这个地方的话呢 什么都没有的 一百零五块钱 进的普收寺 才买的几个碗 几双筷子 睡的床的话 是拿砖头块 打起来的的 那扑的话 是扑的硬质壳的 那老法师那会儿 临终的时候 交给我们了 说绝对不能话语 你要知道 修道人的话 道理有良 只要你修道 别怕你没吃的 你要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 钱里头没道 所以是对我们这样的 所以我们也没敢去化研 那一百零五元的话 就是那会儿 当时我妈妈和一个老机师 他们给他凑了一下 才凑了一百零五块钱 那么上的五台山 就这样的呢 然后白手这样的 然后去家 一直到那个 然后现在的了 所以当初的话呢 真的是很扣难的了 所以但是那会儿的时候 一看来到一个这样 我们刚来的时候 那个草长得这么深 这是一个破烂的医院的了 哎呀 那个清来以后 抽红红的阴森森的 那结果那儿有个黑板嘛 我去让他们去借了个 前面是个 广化是一个小学校的 去那借了几个缝笔 到上面 正好这儿有个烂黑板 写了一个 既成上童下院 老法是一致 自己动手修建寺庙 那么阿彼陀佛 就从那个时候呢 然后开始的 我话呢 就跟你说 说出去就说多了嘛 我主要是想说 一个佛菩萨的感应嘛 这也不是个 就是说自己那种信心嘛 那就是我说 太原则检查了一次以后 那就是老法师 就给往生了嘛 这话就翻过来说了 老法师往生了以后呢 四川尼众佛学院 也就是我一出家 是愿老法师和连老法师 两位好师父成就的嘛 那愿老法师往生了 于所应当的话呢 那么就去看一下连老法师呢 到那他就不让走了 让给他去讲课 那会之后的话 五台山那个寺庙呢 还没有完全腾出来 我那会儿渴求了 我说这个寺庙就不要给了 就咱们现在普手寺 我说要是不给了 我就到师父呢 一向跟他就说 师父 不是我不给你办 人家领导不给了 我就找上个小庙 先睡上十天 然后再做打算 要干什么的 这也说 但是呢 正好这个再给 给不给这个庙之间 我就到了那个四川去 走到路上的话呢 很有意思的 那也就是呆的 一袋呆的那个胆结石了 然后走到那个火车上 那当时我们几个那个 妙艺山都在旁边坐的了嘛 也没睡了 反正就是在这可能 有点迷迷糊糊的话 走一会儿 觉得过来的话呢 一个人在那 啪给打了一下 我这妙艺山 我就说 哎 我是你干啥呢 他就说他呢 下期四十三更 那个 他就说 他说 加入八十多克 下去四十三更 是这样的了 那后头的话呢 很有意思的了 不是 他就单说的那个 下去四十 四十三更 是这样的了 我还给 我当然就说了 我说你干啥了 妙艺山就说 你喊什么了 我说这个人 干嘛过来的话 一次这样的打我了 结果他是在哪了 我说他 两个人看到也没人 我可能说睡迷糊了 然后就 就不管他了 结果到了四川以后呢 那联老法师 也是非常的好了 因为出家的话呢 就与他老人家 他听说我有感觉 他说 你一定得到医院去检查 我说不检查了 我在那个太原 刚刚检查了 人家告诉我的话 那个大的像黄豆能 小的话呢 就是那个尼撒性的呢 不要再检查了 他说你一定去检查 再去做一个 因为我没拿那个 那个单的 他说你再做一个 好找医生呢 然后来给你看的 那个那没办法嘛 只好就去检查了 说检查的话呢 那个怪得很 那个做医草的那个人呢 然后就说了 就是我说的话 我在太原检查过 人家说满满的一袋 他就说了 他说假如的话呢 你在太原要检查 是八十多颗的话呢 说现在呢 你下去一半的了 那只好在路上说 四十三颗 那从此以后的话呢 那真的没有胆疼过的了 但这你看这一晃的话呢 那都是十几年了 因为啥 没有时间去看病的了 所以所以有时候的话呢 我又想也好了 所以呢 有一点呢 每天这样忙起来呢 都想的 反正是每天就是这样的了 起来一晃难看 就想的 哎呀给 居士这几天来了 三规了 五戒了 然后八观摘戒了 菩萨戒了 那还得搞修戒 那知识还要开会 不敢请假 然后也不能请假的 那所以这样的话呢 也不需要去看病的了 而且我自己也深信呢 只要你为那个三宝呢 能发起来 这种供养的这种心 一定可以呢 然后转化我们的 就像我二月十九嘛 在那个那个那个 庙江寺 咱们的那个下院嘛 上午呢 领他们办那个大杯法会的呀 大杯法会 那就让大家呢 吃大杯粥嘛 然后来求那个大杯水的 然后给每个人喝 那当时我忙了 就是每天都是那样的忙 就是在这忙完了以后 一忙忙就 坐车就到那里 连用车呆什么的 到中午的话 那累的不行 下午的话 还接了五六位法师 要上午来 舞台上要做法师的了 就给咱们这儿的人受戒了 结果吃完中午饭 那走不了了 哎呦 这不知道是 来味疼的 不知道是哪儿疼的了 人家的客人都来了 我这儿起不来了 那我就说他 我说带领大家念观世音菩萨 如果现在呢 我念三圣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 不加持我的 我再也不领周神念观世音菩萨